好 张杰今天穿的是很花美男的样子 对 这场的会是谁 今天变成一个韩国人了 韩国人 对 因为他们今天的造型传统都是韩国人 对对对 他们基本上之前就说过要这场比赛 跟之前有一个改变 然后就会 之前头发是梳上去的 这次是放下来的 会显得小一些 那对这样的改变自己觉得 还好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还挺喜欢 挺能接受的 再加上是专家老师的意见 然后就会 还是听曲吧 应该是不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 对 那今天是至哪位偶像 呃 偶像 今天的偶像比较特别 因为其实我偶像挺多的 但我自己最大最大的偶像是我的奶奶 所以说这是今天的这首歌是送给我的奶奶的 对对对 你奶奶喜欢什么样的歌 我唱的她应该都会喜欢 对 那会是一首老歌吗 是一首老歌 奶奶会喜欢邓丽君那些 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叫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对 这首歌我是特别准备好 要在这里送给我的奶奶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的歌 因为这首歌有一些独特的情感在里边吧 因为它对我很特别 有什么故事可以用的 就是奶奶 因为我跟奶奶 跟奶奶的感情是最深的 因为家里的原因 然后很小的时候 就断断续续基本上是跟着奶奶长大的 所以奶奶照顾我长大 奶奶教会我怎么做人 怎么带人揭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把奶奶 真的她就是我的偶像 作为一个偶像的话 偶像的定义最大的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 它能影响到某一个人 然后奶奶是最能影响我的人 所以她就是我最大的偶像 那是不是在音乐上 奶奶也是对你一个很影响的 奶奶对我的梦想意志都非常的支持 然后假如她认为OK的对的事情 她会尽她的全力会支持我 精神上也好 各方面也好 奶奶都在支持我 那在音乐方面呢 音乐 可能奶奶以前 我小时候奶奶喜欢在家里弹电子琴 自己唱歌 唱邓丽君的歌 也会有一些影响而木染 奶奶以前也拿到很多业余的老年人 大奖赛的什么什么奖牙之类的 所以应该也会有影响 对 那你唱的这个歌 就是有没有信心走到最后 我一直没有想到我要走到哪 而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一步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永远就是 当我进到40强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20强 当我进到20强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12强 我希望我能够一直这样下去吧 能走得越远越好 就发生了一步 好的 对不起